究竟成為第一個在西班小島考Dime Master的香港是甚麼一回事呢? 比起每日機械式工作般儲錢買樓 可能每天可以跳到水前 水會更加吃不破 但要達到這個夢想的過程 又好像比想像中困難 今次就想分享一下 作為習慣甚麼都有的香港人 究竟要生活在一個連上網都是相對奢似的地方 還要適應一些學習的挑戰 究竟是甚麼回事 雖然來之前也有評估過自己 起碼一個大學生 又有Exchange的經驗 本身也預料會有像上一段提到的語言問題 但來到這裡 原來就連WiFi這些在香港這麼基本的東西 反而會成為自己的一個學習挑戰 首先就要說多一點背面給大家知道 這個島說是西班牙的 但其實地理上在非洲大陸的旁邊 準確一點來說 島最近的國家 是對出100公里的摩洛湖 一大片的沙拉沙漠 所以WiFi沒那麼發達 都理解的 那時心想其實好像師姐 其實還可以幻想自己 可以做一個依賴上網的偉文青 好像幾有型 但好可惜 仍然就哪有這麼容易做 現實呢 就是有很多事情要靠上網做 例如剛好那陣子要上網做 Diamaster Program的e-learning 平時靜後要打香港報平堂 做Dive Plan 又或者做一些教學員講的資料實施 這些通通都要上網的 物價方面 這裡的Data卡 是10GB 3GB左右 主宿那邊的WiFi 就不會居然是要share 用5GB 那唯有省一點 給你多一點小幣 在上網開始 但有時候走投無路 唯有去一些餐廳吃飯 或者去一家Buy 去試試WiFi用餡 啦啦啦啦 那當然不是這些 在火山上就當chill 好啦 另一個好大挑戰 就是學習文化和工作文化 其實來之前也有預計過一波 因為不僅前面的資訊不是很多 上網也不多見有亞洲人來過這頭上 類似的中長期課程 所以初初那一兩個星期 真的好不習慣 會比較焦慮 擔心自己不夠時間完成 又或者自己學不夠感 而且潛水是一門很依靠教練為本的學習 有時候可能是大家文化不同 又或者有時候可能是任隔日 甚至是教學質素的期望值不同 例如這邊的教學模式 其實是相對自主學習的 比較放任式啦 學術的東西你要自己去看去問 或者教練不會主動像香港教育的田打式 這樣上課 可能因為他會期望你之前的O仔 A仔 甚至Vescue的理論都已經學得很足 不會再跟你逐點go through 而且可能因為我這家 前店是小店的原因 有時候安排上相對沒有那麼有schedule 所以有時候是比較難些有planning 去安排自己的時間 而另一樣比較難處理的呢 就是教練有時候可能情緒起伏比較大 不知道是文化不同 還是性格不同啦 那處事上 就未必下下這麼有條理 家裡得清楚點安排 例如平時早上要趕著收拾東西出海 那教練的語氣上呢 就會比較亂和挑剔 而且下不下水呢 或者開不開店都會很飄乎的 那試過就有早上去到門口等他的時候 他才message告訴我一下 開門 又試過準備好全部的潛水東西 而那位客人都已經準備上我們車 在臨出發那一刻才cancel整個chip 不知道是不是外國人的潛水 都真的比較動假的心態啦 換算是亞洲的客人呢 我相信都應該要插到上天花板了 那所以可能真的是人格日 又或者我對教學質素有太高的期望 好 最後想分享的就是消費預算啦 這裡的課程呢 的確比香港是相對便宜一點的 但都可能跟東林亞某些的潛水點一樣 即使你問足所有問題 去到呢 都是會有一些隱藏的收費 例如網站上就是A這個價錢啦 有實際文落呢 就是B這個價錢 有些項目就有包 有些項目就不包 所以呢 如果你想出個考潛水相關的課程呢 財政上的建議呢 都是愈鬆一點的 雖然這個經驗呢 聽起來真的有血有淚 但同時呢 我也覺得很寶貴的 一來啦 自己看東西都算正念的 會當這個是訓練自己的應變技巧 和解難能力的好機會啦 畢竟之後做教練的時候呢 實際會有更多你預計不到的東西 要你自己獨立去處理 二來 除了學會怎樣解決問題 有時候呢 也都要維持關係 即使跟自己計劃的又不差 但是怎樣去跟學生 教練溝通呢 也都是一個很重要的訓練 而且其實輕鬆一點這樣看啦 這裡的海放呢 真的不差的 初中高階的訓練 或者潛水活動呢 都很容易安排到 而且真的比較work life balance 有時候還會早修 不是取死人拿工你那種的潛水訓練模式 雖然都有試過一日四潛啦 但基本上呢 都是每日大概一至兩潛 下水的主要集中在上午啦 下午就回舖頭幫一下日常的運作啦 打氣啦 處理裝備啦 聽教練講一下今天的學習情況這樣 所以原來這種有些困難 有些挑戰的小島潛水分裂生活呢 其實都挺正喔 是很痛快的 I encourage you to ask yourselves, where in your lives right now might defining your fears be more important than defining your goals?